請教現場的資深分析師孫怡婷 坦克好 明日晚安 大家晚安 好坦克我們看到蘋果的魅力還是相當的驚人 帶動了最近從經電 從這個融創等等的LED族群是全面的上工 就是因為未來蘋果要聚焦在 MicroLED這一個目前還不算非常成熟的技術 那我今天呢在中國大陸的這個商情網站 也特別看到了跟蘋果供應鏈有關的 釋出的一個最新的訊息 就是在保護玻璃這一塊 因為今年蘋果新iPhone它是全面的採用3D玻璃 3D玻璃它具有非常堅硬的特性 而且它可以讓這手機的質感看得更好 所以今年獲得蘋果全面的採用 那比亞迪電子就發了一個最新的報告 大家沒有想到比亞迪它不是只有只做電動車 它也要做3D玻璃 比亞迪認為明年大約有3億支的智慧手機 都會採用3D玻璃 那因為前後蓋都會貼上3D玻璃 所以雖然是3億支的手機會用 但是整體的需求有高達6億片之多 而且主要的旗艦機種都積極的採用 所以明年3D玻璃的試占率將高達有3成左右 可是這個產能做得出來嗎 今年大陸廠商合計出貨了1億片的3D玻璃 明年要全力的擴產 預估可以出到1.63億片 可是我們看到明年的需求是多少 是6億片喔 結果大陸廠商卯足全力在增產 明年也只能做1.63億片 那蘋果的3D玻璃的供應商蘭斯科技 他們今年已經特別因應蘋果的需求增加產量 今年全力的生產也只能做出5000萬片的玻璃蓋板 為什麼沒有辦法快速的擴充呢 因為這個玻璃需要增加熱彎機 拋光上色等等的一個機台設備 它的製程難度製程工藝是比較高的 研發費用跟模具開發成本也都是偏高 但是整個市場的需求普及率是在擴大的 今年呢3D玻璃的一個滲透率 大概有8%到15% 可是市調機構預估到2020年 它的滲透率可以拉高到2成以上 甚至到5成以上 那到底為什麼這個大陸的廠商都在積極擴產 我們來看下一頁 那今年呢藍絲科技就是因為 它搶到了這蘋果的3D玻璃的訂單 我們看它7月以來的股價 可以說是呈現非常驚人的一個漲幅 從26.7塊一路的漲到了40.9元 漲幅高達有5成以上 前三季的財報也繳出了蠻亮麗的成績單 每股盈餘是0.34元 一直呢到前天它的股價都還在大漲 所以呢其他的廠商看到藍絲這麼賺 大肯蘋果跟三星的訂單 所以大陸其他廠商也在跟進要切入到3D玻璃了 我們來看大陸的這個其他的廠商呢 我們來看下一頁的部分 包含了貴州的新瑞安 它計劃要投資64億人民幣來做3D玻璃加工廠 瑞生科技也要投資100億人民幣來做手機3D玻璃的項目 那包含了藍絲他也在全力的擴產 甚至呢剛剛發報告的比亞迪 也在今年中宣布他要投資10.5億人民幣來蓋3D玻璃的生產線 所以這個商機呢現在大陸有很多廠商都想盡辦法要切入要搶藍絲的版圖 那為什麼蘋果跟三星他們都來採用這個3D玻璃呢 因為它有非常多的優點 現在其他智慧手機尤其是比較中低階的 一部分呢是用2D玻璃 一部分是用2.5D 但是為什麼三星跟蘋果的高階要改用3D呢 因為它的顯示面積可以增加 現在18比9的全螢幕是很夯的 是未來的主流 另外3D玻璃它可以防眩光 它可以製造手機比較明顯的立體感 而且它具有更大的美感更好的握度 另外它可以避免金屬機身 對NFC還有Wi-Fi等無線通訊技術的干擾 所以我們看到了3D玻璃 已經成為了未來市場的一個主流了 現在台灣有沒有相關的廠商有切入到3D玻璃的製程 大陸現在是全面的搶進 台灣廠商的機會在哪裡呢 對 你那時候也沒有錯 但這裡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現在其實蘋果的高階手機 還並不是全面3D 所以我們看到什麼叫3D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我們先來看 到底這個3D玻璃跟2D玻璃差在哪裡 我們舉一個例子 這是三星的S7跟S7的Edge 你有沒有發現 這是三星的S7 它其實是2.5D 2.5D的話它還是一個平面 但是在3D的部分 這邊就會有彎曲的曲面度 我們來看下一頁會比較明顯 這裡的話大家看 3D就是整個都是彎的 然後2.5D的話 它是有一點點彎度 但是還是平的 2D的話當然全屏不用說 所以這裡要做到彎 就必須要有熱彎機的一些 新的一些設備 所以從2D到3D的 這個製程的演變來看 你會發現 2D大概只有六個製程 大概就可以做出來 到了3D要九個製程以上 3D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它硬度比較高 彈性也比較好 然後散熱也比較好 重點是在於 它可以跟OLED做一個應用 因為我們知道OLED要好看 然後要整體要美感的話 其實3D的玻璃非常的重要 搭上一些使用的舒適度 跟視網膜 就是我們眼睛的配合的話 其實在這裡的話 有曲面的螢幕 有時候會比這個平面 全平面看起來來得更舒服 所以這裡的話 3D的需求在增加 那麼往下看 這裡其實重點是在於 3D其實這幾年比較貴 因為一片要80塊人民幣 但陸續隨著技術的進步 單價其實在下降 所以今年的話 大概70到75塊 但是往後走的話 有可能會降到65 55 45 所以到2020年的時候 市場預估 大概會到45塊人民幣的時候 其實需求會明顯的快速增加 大家看這條線是出貨量的線 所以這裡剛剛明樂已經提到了 3D玻璃在智慧手機的滲透率 其實現在大概在十幾%附近 到2020年的時候 只要大家產出都配合的話 有可能拉到50以上 為什麼一定要拉到50以上 我跟大家說這有一個原因 我們往下看 因為真正的需求 3D玻璃的用點 第一個 它可以做彎曲 彎曲的話 如果配合可折式的手機 或者是這種 配合人體工學式的手機 其實必須要搭配所謂的3D玻璃 第二個應用 剛剛明樂已經有提到 在無線充電跟5G的時候 玻璃其實可以 不會讓電波被屏蔽掉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整個應用端 以後都是玻璃的天下 好 現在問題來了 玻璃不會只有正面 因為現在是正面反面都一樣 因為你全部都是玻璃 你才會收訊 充電都OK 所以以後的話 收訊充電是同樣一個功能 剛剛說明年要用到6億片 對 但這裡的話 其實真正力多在於 蘋果還沒有全面的啟用 因為蘋果現在使用2.5D 2.5D當然也是藍絲在做 但是要真的要好用 要好看 要彎曲 要美美的 其實還是要3D 那這個時候就有一個市場機會出來 所以剛剛明樂為什麼剛剛提到 這麼多公司 連瑞森 瑞森它原本是生學的公司 它也要切入 比亞迪也要切入 對 它改名字 瑞森已經不叫 瑞森生學已經改名叫瑞森科技 像比亞迪的話也是一樣 因為它要除了做汽車電子之外 也要做這個所謂的機殼 玻璃機殼 所以我們往下看 這麼多人都要擴廠 那誰會先受賄 擴廠出來 做出來要賣 這是後年的事情 但明年誰會先收賄 當然是設備股 我們來看一檔股票 叫大竹激光 激光就是大陸所謂的雷射 這裡的話其實我們來看 它其實在設備的部分 除了雷射設備之外 它也有3D玻璃的拋光掃光機 它也有3D玻璃的檢測設備 今年以來從21塊漲到多少 60塊 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 蘋果要擴廠 蘋果要用不管是3D感測 蘋果不管要用3D玻璃 全部都要先擴廠 擴廠優先當然是設備優先 那台灣有沒有機會呢 這大家想想最重要的 其實有 為什麼 我們往下看 其實台灣有一間公司 它是設備的公司 半導體面板設備公司 但這裡我們往下看 你會發現2464的蒙利 它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經接貨 大陸玻璃機殼大廠 藍絲的訂單 就是敏樂剛剛提到的那一間 藍絲科技 那隨著藍絲科技 在今年開始大量的擴廠要出貨 其實相關的設備需求也會增加 那這是公司的網站 我們來看 你把它點進去你就會看到 這有一個3D曲面玻璃的製造方案的解決技術 因為它有一個面板的一個成型機 就這一台 那這部分重點就是把玻璃的部分 做一個彎曲的 因為我們知道玻璃是平的 你要做到彎曲要很好的技術 不能列不能斷 所以這裡的話 蒙利打入藍絲的技術 是非常領先的 所以這裡的話其實在明年的話 整個蒙利有沒有機會從低檔 因為3D玻璃的需求而翻身 值得大家做進一步的關注